今天要播出的内容是 神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带来新约 新的约说 我要将律法放在他们心中 我要做他们的神 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 而且不再纪念他们的罪迁 全是我要我要全赞于神 Surely as the dawn awakes Your love for me You'll never fade When then this love pursued my soul Till condemnations lost into hope You took my sin Then just for the unjust You made me yours Through your redeeming blood No other works you qualify You paid a full salvation's price I'm given life by name's God To worship you with all I am You took my sin Then just for the unjust You made me yours You made me yours Through your redeeming blood Conquered death Reversing every curse You broke the chains You took my sin You took my sin Glorious king The name above all names You paid a full You rose to me Everything gained and count lost In the light of the cross In the light of the cross Everything that made you pay With the stripes that made you pay With the stripes that you bore You were all I n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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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on Conquered death Reversing every curse You broke the chains You tore the veil Glorious king The name above all names You paid a full 今天 平约瑟牧师要分享 大声来赞美耶稣 祂真好 阿们 至少跟三个人说 我太蒙福了 一点压力也没有 大家请坐 只是一句话而已 大家请坐 神的话语告诉我们 耶稣被订十字架的时候 是在两个强盗中间 神总是要祂儿子成为中心 他说无论在哪里 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 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约翰启示录写道 他听到身后有声音 好像吹号的声音 他转身 看见那声音在说话 他看见羔羊就在宝座中间 今天早上神要祂儿子在我们中间 祂才是焦点 人不是 祂全然美好 祂的名字就是耶稣 因为有祂悲伤心灵不再哭泣 祂医治伤心的人 是被掳得得释放 只要一提到祂的名字 所有恶魔都要跪下 天使欢呼 准备好领受神的话吗 好 一起翻到罗马书五章十七节 这节经文 是我们事工的商标 命定为王 罗马书五章十七节说 若因一人的过犯 死就因 这一人做了王 这人是谁 不是耶稣 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 你得教教你的会友 兄弟 他们 他们 应该是别的教会来的 不属于这里 没错 死做了王 是因亚当犯了罪 神从没要我们死 甚至从没要我们变老 甚至不想我们的脸上有皱纹 Amen 神要我们永保青春 永远强壮 永远健康 活到永远 Amen Forever young I wanna be Forever young Do you really wanna live forever 都知道这首老师歌吗 Forever forever young 不熟悉这首诗歌 因为不是一首诗歌 赞美主 好 有一天 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我们会有个全新的身体 知道吗 有了新身体 你永远不会觉得无聊 不会再感到无力 不会再感到沮丧 永远不会 这是太棒了 我们不会在天堂里漂浮 天堂是真实的地方 我们会有别墅 不是公寓 不是小房子 是别墅 神会将你渴望的东西 满满存放在里面 因为神比你还要了解你 Amen 先别急着去 这还有很多事要完成 罗马书五章十七节 若因一人的过犯 因为亚当 当我们到天堂的时候 你会发现亚当的房子 位在一个戒备 非常森严的地方 因为每个人都想抓他 开玩笑的 天堂是充满爱的地方 然而因为亚当犯了罪 死借着亚当作王 岂不更 岂不更 何况那些受红恩 有人说 屏牧师 您不觉得自己 讲太多恩典吗 我们需要丰盛的恩典 和所赐之意 那些受红恩 又蒙所赐之意的 要在生命中作王 如同死作王一样 我们也将作王 借着这两个礼物 哪两个 丰盛的恩典 和公义的礼物 一起说三次 礼物 不是一份奖赏 是赐下的礼物 公义是要你去领受的礼物 如果我是魔鬼 当然我不是 对吗 他没我这么帅 如果我是魔鬼 你们猜 我会供给哪个教导 丰盛的恩典 还是公义的礼物 我会教导 公义是奖赏 你要努力去赢得 然后 我会贬低恩典 并且供给那些传讲 恩典之人的可信度 但圣经告诉我们 借这两份礼物 丰盛的恩典 与公义的礼物 我们可在生命中做王 当你做王时 魔鬼就不行 当你做王时 疾病就不行 当你做王 当你做王时 贫穷就不行 神要你在生命中做王 Amen 所以我要传讲 丰盛的恩典 与公义的礼物 圣经告诉我们 亚伯拉罕 就是一个完美的例子 他是尽心之父 他相信神 神就将这个 算为他的义 有些人是这么想的 亚伯拉罕完全遵守十戒 所以神称他为朋友 但亚伯拉罕的时代 比西乃山颁布十戒 早了四百多年 亚伯拉罕活在摩西之前 神称他为朋友 有人认为 没有律法就会无法无天 却对活在律法之前的约瑟 这么说 他可以拒绝波提的妻子 是波提法的妻子 抱歉 Amen 他可以拒绝那个女人 为什么 因为约瑟与神非常亲密 Amen 他和神是有关系的 我们无法跟冰冷的石板建立关系 他不断告诉你 你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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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法使你只注意自己 恩典使你注意到基督 你不可 你不可 是以人为中心 但神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带来新约 新的约说 我要将律法放在他们心中 我要做他们的神 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 不再纪念他们的罪迁 全是我要我要 全赞于神 这让我们 只注意到基督 Amen 亚伯拉罕并不是完美的人 在他75岁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 他听见神的呼召 往南走 他一路往南 因为当时那地有饥荒 他绕过迦南地 一路南下 走到埃及 神没有要他一路南下到埃及 那时在埃及 他意识到 他的妻子很美 男人都在看他 他应该要说 他是我的 别靠近他 对吗 墨西哥口音 抱歉 真是太无聊了 新加坡人装腔做事 好的 他说 宝贝 我们这么做吧 我们都知道你很漂亮 对吗 如果 如果法老看上你了 或是他的臣仆看上你 你就说你是我的妹妹 好吗 他有个很属灵的理由 我的命 能存活 这就是亚伯拉罕 如果我今天这么做的话 根本不必怕法老会把我杀了 我太太会亲自动手 法老的臣仔 看见极其美貌的萨拉 就在法老面前夸奖她 她就被带进法老宫去 圣经说 神将大灾给整个宫殿 法老恍然大悟 一切都是因为这个女人 长话短说 你们都知道这个故事 她把这个女人还给她的丈夫 不但如此 还给她许多的金 银 牲畜 下一节经文告诉我们 亚伯拉罕 其指富有 是非常富有 金子 银子 牲畜极多 绝不是灵里的财富而已 而是有形可数的财富 亚伯拉罕得到的第一个祝福 是神使他富有 Amen 你以为他会得到教训 神的恩赐令我们悔改 对吗 但在二十多年后 有另外一位王 亚比米勒 基拉尔王 有一首歌就是亚比米勒 是这样唱的 亚比米勒 这首歌是为他写的 圣经告诉我们 基拉尔王 我们还是一起来看这个故事 有些人看着我 好像在说 圣经里没有这个 一起看《创世纪》二十章 现在亚伯拉罕 称他的妻撒拉为妹妹 他又开始 玩妹妹的把戏 亚比米勒王 等一下 你知道 现在 萨拉几岁吗 我们 刚刚讲到法老 当法老看上这个女人的时候 她大概六十五岁 比亚伯拉罕年轻十岁 现在 二十多年过去了 她差不多 九十岁 亚伯拉罕 差不多一百岁 居然还有 另外一个王 另一位外邦的君王 看上了她 看到她的美貌 各位 这可不是属灵上的美丽 这些外邦王只凭眼睛 他们是外邦王 靠眼睛的 换句话说 亚伯拉罕祝福的一部分就是 妻子会如鹰 返老还童 就算你并不完美 这都在亚伯拉罕的祝福里 让你永保青春 Amen 神使你如鹰 返老还童 是真正的还童 当老鹰变老时 他会飞到高处的岩缝里 会找到一个地方休息 拔掉身上所有羽毛 然后等候 再等候 等候主 然后会有新的翅膀 羽毛充满光泽 强壮美丽的翅膀 Amen 新的羽毛 然后展翅高飞 跃入夕阳 这次是有了完美的组合 年轻的身体 加上成熟的心智 神想要为你做这事 很酷吧 神使我们如鹰返老还童 这都包含在亚伯拉罕的祝福里 神使他富有 神使他返老还童 亚伯拉罕恢复青春 因为他在一百岁的时候 还生了儿子 在那之前就有个使女 替他生了儿子 带来许多麻烦 亚伯拉罕很能生 将近百岁 还很厉害 这都在亚伯拉罕的祝福里 女士们 在你对亚伯拉罕的祝福 说Amen前 考虑一下后果 真的会使你的身体恢复青春 在这里我们知道 撒拉的身体的确返老还童 变年轻 也有力量 这都在亚伯拉罕的祝福里 继续看这个故事 所以他称他为妹妹 你知道神找错人也骂错人了 我们必须了解公义这份礼物 当神说他使你因信称义 他就是那个意思 你确实因信称义 神绝对不会模棱两可 神就把你当成义人看 Amen 他听见你的祈祷 就是义人的祷告 最好要小心你祷告求的什么 神不是应许要回应你的祷告 他应许要超乎你所求所想的 回应你的祷告 我们的问题是 我们不相信自己是义人 我们以自己的表现 来决定我们的地位 我们其实应该以我们的身份 来评断我们的表现 我们是公义的 我说我们是公义的 圣经说我们因信称义 为什么是因信 因为神知道 有时当你起床的时候 你会觉得 自己非常肮脏污秽或不义 你就是要宣告 我以因信称义 一切都是因这信 神看你是公义的 绝不模棱两可 他确实视你为义人 我们有时会感到困惑 因为当我们犯罪后 我们并不期待能听见神的声音 我们一直被这样教导 在犯罪之后 我们就与神隔绝 对吗 但好笑的是 这却尝试神对你说最多话的时候 该隐在谋杀地里之后 听到神的声音 神对该隐说 你兄弟在哪 他听到神的声音 神给他一个机会 各位我告诉你们 亚伯拉海收到这份公义的礼物 Amen 是不可收回的 若你的公义 只能维持到你犯下一个罪为止 那根本不是一份礼物 圣经在但仪里的预言告诉我们 耶稣带来了永恒之意 你不论做什么 都无法改变你的地位 这会让你想去犯罪吗 不会 这让你想要坚定 领受你在基督里的身份 也许你在开车时 目睹一场交通意外 你不需要努力让自己连上线 在灵里祈祷一小时 只要祷告就好 因为你知道自己和神有紧密的关系 你只需要说 父啊 照顾那个人 医治他的身体 带他认识主耶稣 你能 你能善用你在神里面的身份 圣洁 千万不要 用表现 断定自己的身份 耶稣宝血已经洁净我们 神是圣洁的 不容许一丝罪存在 而祂看不见 我们身上有一丝罪恶 耶稣的工作 就是如此奇妙和完美 Amen 让我们回到这个故事 看看发生什么 神来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 你是个死人啊 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 她原是别人的妻子 亚比米勒却还没有亲近萨拉 他说 主啊 连有义的国 你也要毁灭吗 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 她是我的妹子吗 就是女人也自己说 她是我的哥哥 我做这事 是心正守节的 神在梦中对她说 我知道你做这事 是心中正直 你知道神看你的心吗 神说 我也拦阻了你 免得你得罪我 所以我不容你沾着她 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 归还她 因为她是先知 一个说谎的人 神还说她是先知 如果她是先知 我也是先知 你也是先知 在解释 圣经 试经学的法则 也就是 首次 首次提及法则 每当圣经 首次提出一个主题时 便有重要含义 这是先知 第一次出现 这与因信称义的人 有关 不是因为律法称义 因为她活在律法之前 神说 她是先知 她要为你祷告 使你存活 你若不归还她 你和你所有人 都必要死 继续往下看 亚比米勒 把牛 羊 仆壁 赐给亚伯拉罕 她再次变得 富有 继续往下看 亚伯拉罕祷告神 神就医好了 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 并他的众女仆 他们便能生育 因耶和华为撒拉的缘故 已经使亚比米勒家中的 妇人不能生育 这是圣经第一次提到医治 亚知道自己 是因信称义的人有关 也许 我们为病人祷告 却没有看到结果 是因为 我们仍想赢得医治 靠表现来赢得 神清楚告诉我们 医治会发生 只要你知道 自己因信称义 你能为人祷告 医治会发生 Amen 有一次我在台上讲到 主题是 没有得着医治的 十个原因 每次参加不同特会 会发现更多 没得医治的原因 清单越来越长 我是好意的 我希望人们除掉 所有阻挡医治的 绊脚石 我会讲 十个又变成十二个 没有得医治的原因 有一天我正这样讲到时 神阻止我 神对我说 别再说我的百姓 没资格 我说主啊 我不是要说 你的百姓 没资格 我是出于好意 我希望他们能够 挪去所有拦阻 他说 我的保险 已经挪去所有拦阻 我曾经 我曾经是个严厉的牧师 我总是告诉大家 我是出于好意 每次都是好意 我会说 若你没得着医治 没从神那边领受 你知道吗 神从未改变 圣经从未改变 你说是谁的错 你 但现在我改变我的信息 因为神对我说了那番话 我会说 神没有问题 话语没有问题 你也没有问题 领受 我看见更多神迹 看见更多医治 看见更多突破 各位 我告诉你的是真理 圣经说 当你为病人祷告的时候 告诉他们 出于信心的祈祷 要救那病人 你若犯了任何的罪 也必谋赦免 许多人在思想中 已经认定自己失格 他们生病不是因为犯罪 而是因为他们觉得内疚 定罪叫人死 我们教会有个牧师 他为一位生命垂围的牧师祷告 在我国家的另一个地方 他会去探望那位牧师 为他祷告 他因为某种绝症即将离世 我的牧师回来找我 他一直在为他祷告 好几个月了 他的病越来越糟 我的牧师对我说 牧师 你知道吗 我一直信靠神 不管是斥责 捆绑 释放 全都做了 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领受不到 有一天 在他临死前的一刻 他要求见我的牧师 他已经快走了 他不希望家人在场 所以我的牧师走进房间 他说 我要告诉你一些事 不要因为我没得医治 而责怪自己 我知道自己为什么没领受 因为几年前 在一个海外的旅行中 我犯了奸淫 这段时间以来 这位已经生命垂围的牧师 他还一直被困在罪恶感和定罪中 他认为这是他不能得医治的原因 我要告诉各位 定罪叫人死 不幸的是教会 总是在定罪 不断向世人传讲定罪 亚伯拉罕因信称义 他之所以得着医治 并不是因为他很完美 或者他祷告 为某人求医治 并不是因为他很完美 他只是因信称义 你想知道为什么 今日基督的肢体 没看见供应或祝福 像这间教会 你们看到奇妙的祝福 Amen 像江水一样涌流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们的牧师是 传讲盼望和恩典的 我一点也不怀疑 神的祝福就在这间教会 因为你们的牧师 这样服事 保罗曾经警告所有牧师 我称之为被遗忘的咒诅 你知道我们试图 让旧约的咒诅复活 但圣经却很清楚说 在新约中有个被遗忘的咒诅 在加拉太书第一章 保罗说 但无论是我们 是天上来的使者 不是地狱来的使者 但无论是我们 是天上来的使者 若传福音给你们 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 他就应当被咒诅 他又重复一次 我们已经说了 但无论是我们 是天上来的使者 若传福音给你们 与你们所领受的恩典福音不同 他就应当被咒诅 几年前我读到这个时 我说 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 我要传恩典的福音 我宁可有双倍的祝福 也不要双倍的咒诅 我已经受双倍的祝福 这就是为什么这间教会 这个事工如此蒙福 你们的牧师传的是好消息 但有些人却希望他讲定罪的道 好让他可以正常一点 一直微笑是不正常的 常常保持乐观是不正常的 在这世上是不正常的 你们有一位 行在属天领域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这间教会 有神的祝福 现在 我们为什么无法领受 回到罗马书五章十七节 很多人都知道这节经文 但问题是 我们认为 丰盛的恩典和公义的礼物 只会出现一次 就是当你重生得救的时候 当你接受主耶稣基督 做你的救主和主 你就领受了丰盛的恩典 和恩典的礼物 但是 在这里 希腊文的时代 受 是现在主动分词 这就意味着 你必须持续 且不间断地 领受丰盛的恩典 和公义的礼物 尤其是 你犯错的时候 那就是领受的时间 那是你 最需要的时候 Amen 当你犯错时 你会做些什么 屏幕师 我会认罪 这 这不是很好笑 有时我们会 如此教导信心 当你缺乏时 不要一直说你缺乏 要宣告 我的神会供应我一切所需 当你的身体有症状时 不要一直说你生病 是宣告 因他受的鞭伤 我能得医治 当你犯罪时 也许那就是为什么 我们无法脱离罪 当你犯罪时 你应该宣告 在基督里 我是神的义 在基督里 我是神的义 持续不断的 持续不断下去 一直领受 特别当你犯错时 你在开车来教会的路上 某人突然违规 迁入车道 你还来不及察觉 就已经做了一些手势 然后你想起自己 是重生的基督徒 说方言 赶魔鬼 移山的基督徒 你参加湖墓教会 但是 你意识到的时候 已经太迟了 你已经做了 你该怎么办呢 你是在去教会的路上 你是个牧师 我很抱歉 我刚说虎牧教会 我是指我的教会 他不会失控 在去教会的路上 你和妻子有一点小争执 你站在这边 而你的妻子的记性很好 她记得教会里 所有人的名字 你在等她 告诉你名字 但是她却不帮你 这种情况曾经发生过 我知道 这种情况发生过 你该怎么办 你就要上台讲道了 这个时候你必须说 天父谢谢你 我的公义 是不可逆转的 不是以你的行为为准 而是以耶稣的工作为准 请看 罗马书五章十九节 告诉我们 因一人的背逆 众人成为罪人 照样因一人的顺从 众人也成为义了 不是因为你的顺从 而是因着义人的顺从 因他的顺服使你称义 今天我是公义的 不是因为我顺服 而是因为义人 在十字架上的顺服 今天我是公义的 不是因为我顺服 而是因为一人在十字架上的 顺服 哇 现在的征战 魔鬼的策略 就是要你看自己顺服 还是不顺服 还是不顺服 要你只注意到自己 当你只注意到自己时 就会沮丧 我们要将各样的计谋 各样拦阻人认识神 那些自高之士一概攻破 注意听 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 使他都进入基督的顺服 总要提醒自己 是因他的顺服 使我得以称义 在你开车来教会的路上 你只是失去了冷静 要记得 是他的顺从 使我称义 这绝对不会引起放荡的生活 不会 因为当你有正确的信念 就会有正确的生活 我们总是一直说 要有正确的生活 正确的生活 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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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人们还是挣扎着 无法有正确的生活 基督的肢体 缺乏品格 为什么 因为不该讲 正确的生活 而是该讲 正确的信念 这正是 约尔事工的中心 只有正确的信念 要改变你的思想 当你有正确的信念 一定会有正确的生活 你就会正确的领受 一切都会没问题 为什么我们没看到 亚伯拉罕的祝福呢 因为魔鬼使我们 专注在律法上 你没有守住这些诫命 我要准备结束 做总结了 请看罗马书四章 十三到十四节 因为神应许 亚伯拉罕和他后裔 必得承受世界 这应许 不是透过律法 而成就 乃是 因信 而得的义 若是属乎律法的人 才得为后四 信 就归于虚空 应许 也就废弃了 亚伯拉罕祝福 有什么应许呢 应许就是 亚伯拉罕 必承受世界 若你总是躺在病床上 实在很难承受世界 所以 医治也包括在内 在这更大的应许里 当你身无分文时 实在很难承受世界 所以 富足也包括在内 在这个更大的应许里 但为什么今日 我们没有看见 这应许 成就在亚伯拉罕 和他的后裔身上 因为圣经说 我们正试图 透过律法来得到 假如你在基督里 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这个应许 不是透过律法得到 乃是要靠 因信而得的义 我们一直在说 如果你顺服神 如果你过正确的生活 如果你是圣洁的 神的祝福 亚伯拉罕的祝福 就会到来 那不是事实 事实是 当你知道 你以因信称义 每天相信 并宣告这个真理 你就会看见 这个应许 毫不费力地实现了 从此以后 你想要失败都很难 想要生病 都不太可能 会毫不费力 你会在生命中作王 每个真实的改变 都是毫不费力的 若改变是靠你的能力 就必须努力维持 靠自己的力量 但圣经说 我们众人得以看见 主耶稣的荣光 好像从镜子里返照 就变成主的形状 荣上加荣 不是靠我们的努力 而是靠主的灵 只是靠着仰望主 每个主日 月儿都在做这件事 他写明神的荣耀 神真美好 然后你看见神的荣耀 你就会变好 Amen 你在生命中 看见神的美好 就像诗篇上说的 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爱随着你 在此的希伯来文 随这一词 在希伯来文中 是一路追捕的意思 恩惠和慈爱 将会一路追捕你 一生一世 Amen 你要是像这逃 会碰上神的恩惠 你要是向那边去 慈爱就在那里 Amen 你一生一世 你一生一世 直到我们住在 耶和华的殿中 直到永远 Amen 现在这里 有两个事工 有约尔牧师 神的良善 也有我的事工 慈爱和恩典 Amen 这表示我们的事工 将存到 耶稣再来的日子 一生年日 在此的慈爱 希伯来文是 哈善 哈善 在希伯来文 其实就是恩典 祂的慈爱 祂的哈善 直到永远 祂的哈善 每个早晨 都是新的 祂的慈爱 直到永远 当你越荣耀 祂的恩典时 祂的哈善 神的荣耀 就会充满这地 你们要赞美神 因为祂本为善 那是约尔的事工 因为祂的哈善 那是我的事工 永远长存 Amen 所以神让我们长得这么帅 像约尔展示他的良善 像我展示他的恩典 我们认为自己还不错 圣经告诉我们 若是属乎律法的人 才得为后四信就归于虚空 应许也就废弃了 我们不希望这情况发生对吗 我们不希望神的应许被废弃 如果你问一般基督徒 而你叫麦克风 给个一般的基督徒问他们 在基督徒生活中 什么会使信归于虚空 他们会说罪 Amen 答错了 根据这节经文 是律法 尝试去赚得 尝试去赢得 才会使信归于虚空 神的应许也就废弃了 你很难听到那样的信息 我们说某人从恩典中坠落了 这表示他和秘书私奔 我们总是想到罪 我们说从恩典中坠落 但你看加拉太书五章四节 事与基督徒 你们这也要靠律法称义的 从恩典中坠落 当你犯罪的时候 你是掉进恩典里 当你领受那恩典 恩典 恩典会带领你出来 根据这节经文 你外表看起来一切都很好 但其实却从恩典中坠落 因为你信靠自己的作为 没有信靠那已经成就的功 当你从恩典中坠落时 你与基督隔绝了 这是个可怕的情况 你与基督隔绝了 当你生病时 绝不希望与基督隔绝 当你困惑时 基督是你的智慧 Amen 当你在成瘾中挣扎 基督能使你成圣 你希望与基督连结 究竟是什么时 你与基督隔绝 屏幕师是罪 答错了 根据这节经文 是律法 这就是为什么 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妓女 税吏 还有社会边缘人 摸了他之后就得医治 而法利赛人却不能 法利赛人夸耀律法 也自己的顺服夸口 但其实根本不顺服 因为他们有一种 我比你们都圣洁的态度 所以无法从耶稣领受什么 但罪人 却可以触摸他 虽然还有罪 却能领受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恩典比罪更大 Amen 有人说 屏幕师 罪拦阻了复兴 若罪可以拦阻复兴 那你知道吗 罪就比神的恩典更大 因为哪里有罪 哪里就需要复兴 Amen吗 究竟是什么终止了复兴 是人重新导入律法 是律法拦阻了复兴 罪无法阻止神的恩典 罪人可以触摸耶稣 他能对他们产生影响 各位 如果我们传讲真理 罪人会领受 冷淡后退的基督徒会领受 你知道吗 神的良善将领他们悔改 但我们却说 除非你已经悔改 除非你做了这个 除非你做了那个 除非你恢复这个 否则无法领受 我们列出一堆条件 使他们不合格 为什么今天 我们能因信称义 因为两千多年前 一个孤独的身影 挂在十字架上 当它挂在十字架上时 神将你我身上 所有的罪 全放在他身上 是父亲差派儿子来 因为父亲爱我们 是儿子说 我将舍去自己的生命 因为我爱我父 我也爱世人 他在十字架上 舍下生命 圣经告诉我们 黑暗持续了三小时 在黑暗结束时 耶稣喊着 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离弃我 若你认真研读圣经 你会发现 耶稣从未称父是 我的神 那是他第一次 称自己的父为 我的神 为什么 因为他站在那里 代替了罪人 代替我们 好让我们今天能大声喊 我的父 我的父 你为何如此祝福我 哈雷路亚 哈雷路亚 荣耀归给耶稣 我真的相信 神非常爱我们 神竟转身背对儿子 当他喊着 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离弃我 他声音之大 我们全都知道 他被离弃了 好让我们知道 我们永远不会被离弃 罪的代价已付清 耶稣会一直与我们同在 就算我们犯错时 当耶稣大喊时 神的心 一定非常难过 当杰宁大喊的时候 你们知道 我一定会马上 立刻奔向他 神在爱子 背定十字架上时 却要背对他 然后看着我们 撕开帮子说 欢迎回家 这不是因着你的福从 而是义人的福从 使我们得以称义 若你相信这真理 你就会活出顺服的生命 但现在顺服不再是根 而是果子 因着有正确的信念 Amen 黑暗过去了 耶稣抬头仰望 代价已经付清 他能再次称神为父亲 父啊 我将灵魂 交在你的手里 注意听 在旧约里 神的审判 他如火的审判 总是大过忌物 还记得以利亚的故事吗 以利亚用十二块石头 煮了一座坛 她把番剂放在上面 就是牛犊 然后她要人将水倒在上面 倒了很多水 然后火降了下来 就是神的审判 当火降下时 烧尽一切 连石头也是 什么都没留下 因为在旧约下 审判 大过 祭物 但是在这 在十字架上 耶稣承受了神的所有审判 和对我们所有罪的异怒 今天神不再对我们 有任何愤怒 祂再也不会对我们生气 神已启示 我永远不再向你发怒 在以赛亚书五十四章 虽然耶稣亲自承受了 神所有审判 耶稣还在 祂大海 成了 这一次 请注意听 这一次 祭物 比审判 更大 哈雷路亚 荣耀归给耶稣 呼喊祂的名字 一切都是因为祂 小苏 超 纪 摄 词 婉 感谢观看